嗨 大家好 最近随着一部争议颇大的电影《八百》的上映 83年前的松户战场 又一次跃入中国人的眼帘 通过电影的片段 我们看到了有一群手持中正式步枪 头戴德士钢盔 甚至灰色军服的中国军人 在上海租界外围与日军展开了激战 看过二战电影的一定有这样一种感觉 这支部队与欧洲战场中的德国国防军 在装备和着装上似乎有些相似 没错 这就是当时全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德谢师 那么在上世纪30年代 中华大地上怎么会出现这么一支全德谢的部队 后来肆虐欧洲的纳粹德国 为什么会在二战之前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 这些中国德谢师后来又去了哪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说起中国德谢师的由来 就要从一战之后说起了 1918年德国战败 德皇威廉二世退位 一战将德国的国力几乎消耗殆尽 新生的魏马共和国接手的德国已破败不堪 而以英法为首的一战战胜国 又对德国进行疯狂压榨 不但分掉了德国全部海外殖民地 还让其割地赔款 让本已疲惫不堪的德国 陷入了近乎崩溃的边缘 随后签订的法尔塞条约中 也要求将德国军队的规模 限制在七个师十万人以下 这样原本一百多万的德国军队 瞬间产生了大量无业可做的退伍军人 这对德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负担 这么多下岗军人在就业 放在哪个国家也扛不住 所以怎么办呢 那就是把这些德国老兵出口到战乱地区 赚取外汇吧 而当时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 尚未统一 自然也就成为这些德国老兵的当然去处了 所以你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的各地军事势力中 都混进来很多所谓的德国顾问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后来在第五次红军反围剿过程中 国共双方实际指挥作战的军事顾问 均来自德国 国民党方面为蒋介石聘用的 曾担任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一级上将 汉斯冯·塞克特 而红军方面则是在来中国之前 刚从军校毕业的共产国际特工 德国人奥托·布劳恩 很多人可能很奇怪 红军中竟然还有这号人物怎么没听过 其实他还有个更响亮的中文名字 而且还被写进了教科书 这就是礼德 礼德一战时被德军征召 但没上战场就去搞革命了 后来从苏联军校毕业后 被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搞地下工作 但却阴差阳错 成为中国十万功能红军的总指挥 那他行吗 显然是不行 一方是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 一方是搞情报的特工 结果可想而知 红军因为礼德的错误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被迫长征 而这位礼德也挺神的 在遵御会议被剥夺军权后 竟然跟着红军一起完成了 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成为唯一一个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 由此可见 虽然都是德国顾问 但红军的这位礼德 可以那些国民政府 战二八经拼用的身经百战 并在后来缔造中国德谢师的 德国军事顾问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中德怎么正式合作的 1927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相继攻克南京上海 站稳脚跟 随即就爆发了412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称其为青党 简而言之 国共双方最终没能尿到一个湖里去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国民革命军中 原有的苏联顾问也随即离开 德国顾问得以进入 起初共有40多名德国退役军官 受聘来到中国组成军事顾问团 而后扩大到了120人之多 而刚才提到的 击败李德的汉斯冯赛克特 就是国民政府聘用的 第三任德国顾问团领导人和总顾问 也正是他在中国期间向蒋介石 呈上了陆军改革建议书 为中国规划出军队重建计划 提出应该完全参考德国装备和训练方式 来打造60个诗 这就是中国德谢诗最初的由来 但要打造这样一支 庞大而又现代化的军队 钱从何而来 而即便有钱 这些装备 德国人会甘心卖给你吗 1933年 习得了正式就任德国总理 以上任就为他在《我的奋斗》艺书中 所阐述的理想 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开启了谋划 要实现它宏大的理想 扩军备战就成为必须 但是德国领土面积较小 国内资源有限 特别是紧缺几种制造军火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污矿和踢矿 其中污加入到钢铁中 能大大提高枪管和炮管的容点 不会出现 因持续射击 造成炮管高温软化变形的情况 踢的抗腐蚀性 可以增加合金的硬度 也被大量用于军事工业 可见德国要发展军事力量 这两样稀有金属 必不可少 但是那时的欧洲 英法等战胜国 始终对德国存有戒心 严格控制污梯等战略物资 对得出口 这就使希特勒颇为火大 无奈之下 只能将目光描向了中国 30年代 德国最高时 进口的90%的污 和超过一半的梯 都来自中国 注意这里面提到的污和梯 虽然也是金字旁 但跟之前视频介绍的稀土 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所谓的稀土 是包括蓝锡的15种元素 外加抗乙共17种 还真的不包括乌和梯 事实上 中国虽然石油产量不多 但确实也算地大物博 尤其是稀有矿产方面 稀、乌、梯、梯、稀土 被并称为中国的四大战略资源 而早在1915年至1937年 中国乌矿的平均产量 就占世界总产量的38% 就这样 一个要装备 一个要资源 双方一拍即合 中德蜜月期也随即开始 很多人会说 中德之所以能够牵手 是因为都受到来自 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感情 才开始交往的 但经过上面的介绍 大家应该了解 国家之间压根就没有什么 永恒的友谊 利益使然罢了 事实上 中德的蜜月期 也因为抗战的爆发 而戛然而止 回过头来 接着说德谢师 汉斯冯赛克特为中国制定了宏伟的陆军改革计划 但60个德谢师谈何容易 总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吧 所以分了几个批次 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 进行了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 在德谢装备尚未运抵中国之前 这10个师就现在的编制和武器方面 进行了一些内部调整 故称为调整师 其实德谢师这个词 也是最近二三十年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新称呼 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全国共200多个陆军师 这10个调整师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 这个重任就落在了蒋介石 最以重的嫡系爱将陈诚的身上 我们知道 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外 国民党方面的军队可谓派系林立 蒋介石的中央系 冯玉祥的西北系 严西山的近随系 李宗人白从喜的贵系 和张学良的东北系 还有其他如粤军 川军 滇军 湘军 干军等一系列杂牌 而即便蒋介石的中央军理 也分为陈诚的土木系 胡宗南系 滩伯系等等 可谓系中有系 派中有派 不胜美举 咦 陈诚怎么搞出一个土木系 难道他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吗 并不是 陈诚的发家部队是国民党第十一师 后来扩编成第十八军 十一合起来是个土字 而十八合起来是个木字 这便是土木系的由来 后来陈诚便依靠着土木系 培养出了一大批 国民党高级将领 像罗卓英 方天 胡连 黄维等等 那么陈诚竟然负责挑选调整师 他的土木系自然少不了了 有特可见 第一批的十个师中 陈诚的土木系就占据三席 而第五十七师 随为孙传芳的余脉 但因师长阮赵昌 向陈诚投诚而得以入选 剩余的就是中央系 敌系的敌系 而其中 蒋介石的看家部队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更被选为样板师 是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程 其编制和装备 更是优于其他个师 1935年10月 第二批十个师也挑选完成 分别为第三 四 九 十 二十七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三 八十八 八十九师 其中二十七师是冯语祥西北军的老班底 也送给蒋介石这位结拜大哥一点面子 其实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 国民政府原本计划调整的六十个师 也就只有这二十个调整完成 第三批十个调整到一半 第四批十个刚开始就夭折 后面两批也更无从谈起了 而即便这调整完毕的二十个师 也因为接受德士装备 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的不同 绝大多数也只是所谓的德亏师 看着像那么回事 实际上武器装备很多都是杂牌 真正称得上所谓德谢师的 也只有贵永卿的教导总队 宋西连的三十六师 王敬九的八十七师 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就是台湾著名演员秦翰的父亲 孙国豪的爷爷 这些德谢师最明显的标志 当然就是堪称经典的德制M35头盔了 相比于英军布洛迪钢盔的略显笨拙 M35头盔侧面有一个明显的折线 向下护住耳朵 头盔上预制了透气孔 保证了一定的透气性 同时通过改进头盔的内部悬挂 以保证头盔受到强冲击的时候 能够有效提高缓冲程度 并在材料上更换了更为结实而耐用的木缸 为什么叫M35呢 因为此头盔是1935年定型并生产 但德国陆军和空军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装备 原因很简单 当时在中国还有60个调整师正嗷嗷待补 而西班牙也即将爆发内战 所以大量的订单就被输口到了中国和西班牙 德军自己直到1936年才开始正式装备 除了头盔之外 另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士兵都会背着一个小铁桶 这是水壶吗 不是 这里面装的是防毒面具 这东西很重要 每个士兵一年四季都要挂着 不能离身 因为要应对日军在战场上可能会使用的毒气弹 其他装备 毛色步枪 捷克造青筋枪 马克信重气枪 其中德制K98K毛色步枪 被国民政府仿制成了中正式步枪 自1935年开始生产 并在部队装备 取代之前的汉洋造88式 这款步枪也很经典 中国一直用到了朝鲜战争时期 然后中国又引进了机枪的全套图纸和模板 毕业之后 成功仿制出捷克造ZB-26清机枪和马克信重气枪 而以上这些枪械还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使用的子弹具有7.92毫米口径 弹药通用 这样就简化了生产线和补给 所以相对于手持口径只有6.5毫米38式 和头戴98式钢窥的日本兵 从单兵装备上来看 那时的国军得泄师 已不逊于日军 但其他装备 尤其是重装备方面 中日之间就差多了 按照赛克特的建议 每个调整师至少要装备 以山炮12门 小炮24门 迫击炮24门 重机枪74艇 轻机枪336艇 除了样板师教导总队勉强配器外 36 87 88师 一直到开战之前 也都没有按编制配器 更没提其他的得亏师了 而像德国步兵师装备的 150毫米重型流弹炮 150毫米重型步兵炮等重型武器 中国进口数量极其有限 还无法自制 打没了就真没了 无法补充 而且从人员上来讲 特写师一个编制为 11 423人 至1 1579人 因为日军一个常备师团的四分之三 并员素质方面 日军的普通士兵 也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 而革军士兵则参差不齐 士兵大多来自农村 像宋旭连36师的一个团 抵达上海后 士兵曾经对着灯泡点烟 宋户开战后 20个调整师中 12个先后参战 再加上其他部队 总人数上虽然多过日军 但实际上有战斗力的 也仅仅是上述提到的 36 87 88和教导总队 这四支装备较为齐全的部队 而他们面对的还是具备海空火力支援的日本甲种师团 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要知道 国军里穿草鞋戴布帽的部队也比比皆是 实际上 如果没有这些德谢师 松户一役根本撑不了三个月 松户会战虽然惨烈 但国军士气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 不论长官士兵 无不前夫后继 视死如归 电影《800》正是刻画了 坚守上海四行餐库的 88师524团 在松户抗战时的英勇表现 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德谢师在松户会战几乎折损殆尽 南京保卫战后 教导总队翻号取消 87师88师尽管还保有翻号 但生还者寥寥 且装备全无 也不是原来的那支部队了 36师因部分参战 所以勉强保留下了种子 但由于到了38年 德国终止军事合作 也解散了军事顾问团 剩下的调整师 由于得不到补充 而逐渐被国谢和其他国家装备取代 曾经那个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自此走到了尽头 此后也只能从流散到 各个部队中的M35头盔 寻找到德谢师曾经的痕迹 最后在皮克尧 想必很多网友会指出 中国当时不是还有一支 可谓精锐中的精锐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特战部队 中国宪兵吗 没错 这是几年之前 在网络上流传的一篇 很火的文章 上面描述了 这支军队由蒋介石 从全国200万军队中 选拔出8000人 组成堪称育林军的卫队 这8000人 各个身怀绝技 并配备全部德谢装备 由纳粹冲锋队 王牌教官罗姆秘密训练而成 成为当时中国 乃至东北亚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并在南京宝贝战中 为了拯救 被日本梅村师团围困在 南京宇化台的张之中第五军 600中国宪兵将2万日军击退 成为中国军队战争史上 为数不多的神话 这篇文章写的可谓慷慨激昂 活灵活现 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 甚至还被某电视台拿来 依此作为史实 出了一期军武节目 但只要稍加取证就看得出来 这篇文章距离真实的历史 差了有十万八千里 简单来说 就是个手撕鬼子的歪歪文 其中南京保卫战时 张之中在潮湖老家养兵 并未参战 而进攻宇化台的 也并不是什么梅村师团 而是日军第六师团 师团长为古寿夫 这家伙在1947年 被引渡回南京 过审后在宇化台被枪决 至于他跟蒋介石是同学云云 更为无稽之谈 而所谓的梅村师团 不要说甲种 就连到丁种也都找不到 事实上 创作这篇歪文的作者 也留下痕迹 所谓的梅村师团 不过是没有存在过的师团罢了 在抗战初期 松户和南京战场上 中国官兵义无反顾 前赴后继 舍身往死的与敌殊死搏斗 其牺牲之壮烈 可谓惊天地而弃鬼神 这些都将深深烙印在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永不磨灭 根本就不需要编这种歪文来自爽 试想 如果真的存在600国军 击碎2万日军的奇迹 那么现在正在上映 便为后人津津乐道的 就不应该是四行仓库的800壮士 而是羽花台的600天兵了 好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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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